为了提供更安全完善的用路环境 花莲县议员为家宴日前特别针对县内两处重要的路段 备妥道路改善设计图 在县议会第19次临时大会中提案 会议花莲县府应该借由改善过时且不符合使用需求的道路设计 来提升整体道路品质 过去在市区的道路规划管理强调的是以车为本 多年来不停被民众诟病设计过时且危险 尤其在多号之路段时常会让民众搞不清楚因此发生危险 根据交通部导案资讯网资料显示 在110年花莲市因交通事故而死伤的人数就位居13乡镇之首 为了改善既有的用路环境 日前花莲县议员为家宴就特别针对县内两处重要路段 在县议会第19次临时大会中提案 并到场会看 希望能规划出以人为本的交通环境 包括我们新城的民友街193 包括我们永新路跟中美路这边都可以做路口的改善 那刚刚也邀请了交通队等各单位来这边看 那他们也接受这样的意见 他们认为说以后这个人本路口是改善的趋势 那未来也会积极地来推动 魏家宴表示 这次建议县府改善的路段 分别为华联市永新路 及新城乡海岸路的部分路段 希望能透过修整路源 增设标志标线 及改善分隔岛的方式 让用路人能更明确地被引导 也逐步将人本精神的道路设计理念 扩及推广到全线道路 来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记者许立琴 华联市报导